这个范例需求是这样 里面有复数 我希望快速的把这里面复数 全部都变成正的 那怎么做 第一个也是一样 到Visual Basic里面 我们写一个程序 那写一个程序 因为这个是问题16 所以它基本上 如果你有开启的档案会开起来 那问题16里面呢 按右键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它现在里面没有模组 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是一个sub 那这个程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复数转换 所以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名称 叫复数转换 也就是把复数变成正的 就是这样按确定 OK之后的话 接下来 当然书上的程式码 你会发现在 它的程式码 是已经写好 是在140 140页 然后底下的这边 有个程式码 不过 其实它写的 我觉得太 太冗长 而且不好理解 我用我的方式来 跟大家解说好了 如果要我来写的话 第一个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类似的 就是说 如果你要 把这里面的资料 做一个整理的话 很简单 因为呢 我们的Excel 都是四算表 一定都是范围 那范围 当然 书上写的是用那个set 用那个物件的方式来做 不过这个方式 我觉得 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比较好理解的话 就是说 第一个 请你决定列 有几列 那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for I等于3到多少 17 蓝的话 A到多少 A到 AD 那AD是多少 其实就30 因为上面都有标 1到30 所以呢 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两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 就是决定它的范围 那我们 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一定是先列 再蓝 所以你可以 for I 等于 1到多少 1到10 跟这一样 应该是 从3